欢迎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才有思考 心能静 才有作为 人可以虚荣 但不要虚伪 人可以虚言 但不能虚捏 做人 人品为先 能力为次 做事 尽力为要 结果为辅 被信任很难 被理解很不容易 珍惜别人的信任 再三虚慎意 第一 默欺欣 对得起己欣 才能对得起他人 做什么都别丧品 失什么都别失人心 目中有人才有路 心中有爱才有度 心怀谦卑才有进步 肯于吸取才有提高 关心自省才会契合 心怀感恩 内心平和 心怀感恩懂得珍惜 感恩是一种姿态 更是一种品德 当心生感恩时 会明白活着就是一种接受 伤我们的是度我们而来 爱我们的是温暖我们而生 世间的缘有长有短 有真有假 有善有恶 以美好心对待善缘 以观己心对待孽缘 逃不过的学会面对 避不开的学会接受 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 就会收到什么样的因果 要知道每个人所得的都是应得的 心生怒气时不以武断 应静心分析 心生怨气时不以责怪 应换为再发 怒 缓一缓 不会悔恨 心 容一容 无愧己心 于人求敬不求心 问心才安 智者观心 不问得失 超凡才佳 能吃亏的吃不了亏 能容忍的不是懦夫 君子受锤炼之苦 才会看淡逝世 会者容他人不能容之事 才会脱俗 人活着总不能处处顺己心意 满己之愿 坦然接受 胆然面对 不失为一种风度 能让人站立 证明自己比他人强 能给人带来欢愉 宁静是自己的福气 心之伟大不在于华丽 而在于真实 人之贤能不在于善言巧慧 而在于为他人带去多少感悟 自私自立为愚者 与他人慈爱为强者 既算当下为凡夫 活在当下才是智者 处人处心 交人交信 志同才有真心 信任方能长久 生命中的过客向来比朋友多 敷衍迎合也只是客套 文之优美在于去除多余 爱之欢愉在于懂得选择 是好是赖 学会用心 是真是假 要会分析 人生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 有所舍得才有所获得 有所放得才有所值得 一辈子如过细白居 松开虚伪的才能得到真心的 忘记伤害的才会留下美好的 活着化繁为简 去除多余 简去支压 给心减压 让心前行 给人让路 让心自由 心怀豁达才有雨后彩虹 轻装上路才会步履轻松 最美的风景不在眼里而在心里 最好的情怀不在眼下而在心上 心若计较处处欲足 人若不究 事实不恼 追究他人对错会忘记前行 只看到他人短处证明自身存在很多不足 一个人心里装满贪欲 不肯让他人占一分一毫 终会让自己无路可退 活着清醒是一种理智 糊涂是一种智慧 有亏让人占 并非自己愚笨 而是自身的能力使然 当一个人求心不求静时 亦是最好境界 当两手松开 不再想握紧所有时 并不会失去什么 得失不在眼前而在心里 快乐不在拥有而在知足 一个人傲气了 朋友就远了 一个人自满了 长处就没了 人可以有个性 但不要成个别 人可以很自信 但不要只信自己 得意莫眩 短处莫藏 失意莫悲 人人皆是我失 事事皆为我而生 有人指责你想想自己是否做得不好 有人批评你要好好珍惜 对你说实话的人才是真正为你着急的人 世间向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好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压住自己的脾气 融住别人的过错 看开他人的小气 保持自己的大气 真正的强者不是嘴有多狠 是有多绝 而是面对波澜而不惊 面对赞美而不傲 面对挫折而不奶 人生如习 酸甜苦辣总要尝一尝 岁月如茶 沉沉浮浮才是真滋味 平和低调的心态才是人生路上的最佳选择 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要起偏执心 放过别人等于放过自己 原谅别人等于给自己减压 恨人毫无意义 心就那么大 忘记不美好才会让快乐住进来 人之浮躁源于自私 人之痛苦源于计较 以施舍心爱人 以随缘心付出 以平常心对视 忘记自己的好 宽恕别人的五心之过 才是真正的随缘随喜 不必把所有的事都抓住 顺其自然才有意志陪伴 宠辱不惊才有云卷云书 面朝大海才会春暖花开 看淡得失才会风清云淡 人生没什么是过不去的 也没什么是放不下的 淡然面对就好 说话说真 听话听音 拨开清水就能看到浮平 透过表面才能看到本质 要想知道一个人的人品如何 细看平时的作为 要想变出是非黑白 静下心来用心观察 人往往在浮躁中失去了应有的冷静 让自己困惑 不知所措 少问多看 少说多查 再漂亮的伪装都有漏馅时 再能变的嘴巴也有掩饰不到之处 复杂心看人 简单心待事 欢喜心楚人 容让心树人 树木有高低 人有长短 不可一概而论 竹有长短 人有幽烈 不可一杆而平 看穿不必说穿 难得糊涂 糊涂难得 笑看得失 风轻云淡 随心随性 悠然自得 活着就要快乐 生活着就要轻松 手心不生怨 手嘴不惹祸 以欢细心看人 人人良善 以指责心问人 处处缺点 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 多一份为人想 多一些关心自省 就多一份平静 豁达 假如你少争 就会少生烦恼 假如你少愿 就会多一些和善安宁 当一件事发生时 不妨想想对自己的伤害 再想想别人的难 宽容别人等于爱自己 原谅别人等于疼自己 同样的心不要总是装满怨恨 同样的眼睛不要总寻人短处 心有阳光 处处和善安宁 心怀豁达 处处海阔天空 修行先修心 暖人先暖己 自己因果自己了 自己修行 自己好 守好自己的心 管好自己的嘴 才能修好自己的法 人生本是道场 活着就是修行 真正的修行是修心 是去修正自己 修那颗烦躁不安 七十二变的心 而不是修正别人 专门挑剔别人的缺点和错误 自古有言 度人先度己 修行先修心 生活真正的安静不是耳边无声 而是心中无争 不被外界影响不与自己对立 做平和的自己 过得体的生活 修行就是修炼一份好心态 保持一颗精致的灵魂 人有心一颗 不是用来难受的 而是用来感受的 想要走得轻松 活得自在 就要修炼心态 吃亏时坦然一笑 告诉自己 万事有因果 吃亏是福 遭遇不顺时 坦然处之 静静观之 告诉自己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凡是乐观已对 就没有越不过的高山 去留随意一点 遇见是缘 离开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得师看淡一点 得知是幸 不得云淡风轻 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才是生活的赢家 人生修行的最高层次 是修炼出一颗精致的灵魂 经过长期适事的积淀 用心的浇灌 经常保持微笑 不惧时光 让心永远年轻 播种善良 历经风霜 让情温暖如初 坚持读书 自带香气 让人生意义生辉 控制欲望 一尘不染 让生命不改本色 一辈子不长 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态 前方在岸 点亮一盏新灯 一切都会豁然开朗 生而为人 必须要经历一场修行 只有经历了苦楚 才懂得珍惜成果 经历了磨难 才懂得平淡的可贵 拥有一颗平常淡然的心 不强求 不抱怨 才能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 待人和善 做事周到 处处让人舒服 与人相处 体谅别人 就是善待自己 温柔对待世界的人 也会被生活 温柔以待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